杭州的刘女士在冰江龙湖春江历城租了一间商铺做美容生意 她说过完年的第一天开工啊就感觉中奖了 刘女士说2月14号一早开门后 店员发现房间里的整个吊顶地板全都被水泡了 物业工作人员来了之后 敲开顶上的石膏板水就哗哗的流了下来 她说是因为那个管子的那个口子开了松了 所以它的水一直就往下滴 刘女士说几个月前她就发现这个房间的天花板有渗水现象 当时以为是装修问题还找人来重新粉刷 没想到结果会这么严重 现在店里基本上处于停业状态 本来这个行业你必须要很干净很准洁 然后要有很好的服务 那这样我没有办法给到很很好的状态给到大家 刘女士说龙湖物业方面告诉她 天花板地板的维修以及设施的损失保险公司可以赔 但刘女士认为她的损失不止这些 我员工工资 然后我的房租 我觉得都是应该要赔偿我的 不然我真的是太冤了 我锅从天上来就是这样 这个维修过程发生的这个损失 那保险公司会做一定的赔偿 这一次之所以会导致这个污水 这个单元它的小区有些住户 它对管道里面扔了一些垃圾 导致了管道堵塞 原因也不在物业这边 这个住户它的租金也不是物业收取的 它的营业收入跟物业也没有关系 就是赔偿让我们也觉得是不合理的 刘女士说之前沟通的时候 龙虎物业也是这样的态度 但是在她看来 楼上的业主有没有往下水管道扔垃圾 有没有造成堵塞 跟她没有关系 物业和楼上的有关系 我和楼上的住户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而且我上哪找呀 我怎么去找一栋楼这么多住户 所以还是要你物业来去解决这件事情 不是推给我 或者是把这个推给楼上的业主 188宏金燕记者报道